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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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支會動作 那支愛君愛君有沒有 腳縮起來有沒有 感覺 他的觀察已經 這套已經有難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每年 我還是常常陪他 到處走一走 他就會 戴著寫生簿 台大校園散步 那他看到了百千層 那覺得很有意思 他就畫了一張 那個 數寫 然後後來回家的時候 他自己在根據那個 數寫的 稿子 還有印象 畫到這一張畫 這一張畫的這個用筆 這個非常的 這個蒼盡老大 他年輕的時候的那個筆墨 是比較溫潤的 他這個老大是隨著年齡 自然 演變出不同的 那種筆調的這個風格 那他這個蒼盡老大是自然的 並不是做做的 比如說老的時候 手會抖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一些線條 點點點點的 那是抖出來的 他曾經有講過 他說有些學生 靈老師的話 老師老 學生還是很年輕 他靈的時候 把那個老師的那種 老的感覺就靈在那裡 其實這個有時候不太自然 他當然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對不對 可是他的學習是多元 我祖父是表畫店 所以他對民俗的繪畫 傳統的水墨畫 那個文人畫 他都學 又受日本的影響 學日本的教材畫 其實日本也有南畫 其實日本的南畫 跟中國的南中畫是很接近的 他是學中國的南中畫 光復戰後的時候 外省的畫家來的時候 其實跟他們交流沒有障礙 除了畫畫沒有障礙之外 作詩也沒有障礙 連語言都沒有障礙 為什麼語言沒有障礙 他在日治時期 就學了北京畫 那個賴宇若先生 他那個福仙花果園 他教的不只是四書五經 作詩 他也有請老師來教英文 還有教北京畫 所以到了這個外省畫家來的時候 不管是什麼樣的交流 語言也好 這個一起合作畫創作 這個都不是問題 所以他這樣 我真的要說 在北京畫面 做作詩 我看你們 是小字幕的策畔